《门徒头条》每逢星期二、星期四 黄昏六点直播 夜晚九时重温 继续拒绝麻木跟虫 坚持圣经公义 大家好,欢迎收看《门徒头条》 我是哈维 今天很特别,大家看到的设定不同 因为还有不够一个星期 就是美国总统大选 我们有一位同意工,七仔 他住在美国的石谷 哈啰,七仔 各位观众好,我叫七仔 你好 所以我特意邀请了七仔 在美国当地和我们在现场 亲身看今届总统大选 先分享这个情况 开始时,不如七仔介绍一下 你来了美国多久? 我大概来到加州矶谷那边 八年半了 中途我一直都住在这里 没有搬过其他地方 八年半,即是已经经历了两次的总统选举了? 三次了 即是今次又三次了? 是啊 是啊 非常有经验 不如你说一下 对比起上一届和再上一届 你觉得今届的选举气氛 是比较热烈 冷淡 即是说差不多 今年呢 我个人认为 最近这三次应该是最热烈的了 如果你说的比较冷淡 就是上一届 因为始终疫情 人躲在家里 很多都是邮寄选票 这次虽然有人既游选票 但是出来投票的人都多了 哦 因为已经提前开始投票了 是啊 没错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 这个时间 对比起八年之前 大概有多少人出来投票 或者气氛有多少热烈? 说起来说 其实今年应该更加热烈的 原因就是特朗普现在复权再回归 比起他第一次 刚刚身手素人的身份来说 一定是有些吸引力的了 例如出去投票 你观察到 究竟那些人 是不是很多人呢? 我今年 因为我工作比较繁忙的 我只是选了邮寄票 哈哈 你好像今届第一次投票 是不是? 第二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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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上次就是 2020年的时候 所以今次就是第二次投票 你身边的朋友 同学 或者当地人 他们多不多去谈论 讨论 今次的选举 呢? 在我加州这边 以我观察 以我上班来说 我那些同事 基本上都没有怎么讨论 哈哈哈哈 是啊 我猜都明白 始终一说到选举 哇 真是 要吃人的那种 火药味很重 所以那些人是宁愿不说的 甚至是 上网才说的 嗯 你同时跟你差不多年纪 大一点 年纪 还是什么年纪 大人 什么年纪 都有的 好像 我这年纪都有几个 再大一点的 也有 有些是做得到我妈妈那些 做得到我爸爸妈妈那些 嗯 而平时工作的时候 可能他们就未必 说了 就是 因为始终 我们对着客人 就 没什么机会 谈到聊天 那也是 那是 那例如 你学校的同学 他们关不关心 看见 都是跟公司差不多 不会很特意怎么说 其实 都还是在沉默大多数 但是 刚才你说 在网上的讨论 就很多 是吗 是的 形容一下 特别是 X 就是 以前的Twitter 起码 看到很多人说 但是 始终 我就没办法 知道那些人 是不是用真名 始终怕被人抽后算账 所以 多数都是用假名的 哈哈哈哈 明白 就算是Reddit 也一样的 哦 OK 明白明白 那 如果出街的时候 可能你搭车 或者街道那里 就是 多不多那些 所谓竞选广告啊 或者 悬挂一些的 选举文宣那些东西 都有的 多数都是在我那个 city 或者我们那个county 的 就是地区选举的 比较多些 例如学校啊 嗯 那些 那些基建啊 或者加州的提案 那些东西 都是 嗯 比较联邦层面的 就不会 怎样铺 怎样铺天台地了 始终加州呢 是一个民主党的铁票州来的 嗯 基本上 那些铁票州 不論是什么党都好呢 都是不会做这些 这样的 总统竞选广告的 多数都会在这些 摇摆州 始终摇摆州 选民的 那个 那个 那个票的 叫价能力是高很多的 我们 我们 基本上 如果你在 某一个 就是说 你是民主党阵营的州 你投共和党呢 是没有意思的 除非 全部人 全部人突然投 这样才能翻盘 不然都是没有叫价能力的 但是我也尽量投我自己神圣的一票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在加州都没有怎么花钱 做一些竞选的广告和宣传 唯一一次就是特朗普去了加州造势大会 这个我就比较深刻一点 一家肉文文 那 贺锦丽有没有去过加州 我想 忘了 我知道 他很喜欢去摇摆州的 特别是宾州 那里摇摆州 七个摇摆州里面最多票 就是票数最多的 就是这个州 所以反而在民主党的票仓 即现在来到的加州 反而民主党就没有什么去重视 反正都会赢硬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民主党不要这么肯定 随时翻盘的 刚才你们提过 特朗普也来过加州 搞这些竞选大会 其实我们在香港 看到那个电视画面 其实都很热闹的 其实你在当地 看到的 可能比较近距离 看到的 是不是这样 我个人从来没有去过任何造势大会 始终这些场合 始终离我家比较远 很远的 而且就算有机会进去 每个人都是要安检的 一定 就是 过程都蛮涌长的 而且很多人 好像 怎么说呢 好像去看演唱会 真的 可不可以形容一下 例如 那次在加州搞的造势大会 你家里有多远的位置 我想大概就比较近 内华达州郊区的地方 通常加州来说 那些乡郊地方 多数都是比较 共和党比较多 反而我这些直谷 洛杉矶 三藩市 这些大城市 反而是民主党的票 有多的 而参与这些造势大会 刚才提过 都要安检 都要排很久才能入场 是啊 所以 为什么 上次 大王普 第三次被人暗杀 不是截到 那人 那人还是UCLA 讀Master 第二次也能截到 第一次的那一回事 第一次那一回事 没办法 真的要动手 不然真的被人暗杀了 是 没错 那其实呢 我们在香港看到 每一届大选 都有一些 例如说 网上博彩 买哪个是大烟碗 哪个是蓝碗等等 那我们本港 无论是特首也好 立法会议员 当然就没有这一类的网上博彩 七仔不如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究竟这一类的所谓网上博彩是什么 其实网上博彩 就真的好像马会那样 你给钱下注 然后 谁赢你就收回赔多少钱 而且这些博彩网站 都有一个很特别的规矩 就是美国人是不能参加美国大选的赌盘 美国人不可以参与的 是的 一定是美国以外国家的人才可以参与的 对于香港来说 始终香港岛外围是犯法的 是的 但是其他国家就看回 其他国家司法管车区 关于岛外围的法例 因为很多人都这样说 我看到反而这些网上博彩的赔录 更能够预测到最后的真实结果 其实是不是参考性大呢? 是的 始终那些人真的是真金白银去下注 怎会对不起自己的钱 就是用钱去投票 美国有很多不同的电视台和报纸 会做一些民意调查 民意调查每个都不同 对于网上博彩 你觉得哪些比较总确呢? 博彩比较准备 始终你主流媒体的民调很多都很有水分 嗯 明白 很多媒体都是向左傾的 CNN BBC ABC MSNBC 甚至有少少的Fox都一样 有少少的Fox反而都是这样 这个就真的估计不到 是的 所以看博彩反而是会反映得比较真一点的 你刚刚说起左右这些传媒 又想起一个问题 因为至少有三份的报章 说今届不会明显地表露他们会支持哪一个候选人 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其实他们也挺聪明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始终因为那三个媒体 都是同一个老闆拿货 但是同一个老闆 他有几个不同的媒体 但是也有不同的立场 是的 所以也挺多元的 其实也是一件好事 起码他们也还有沉默表态的自由 哦 那也会和今届竞选的形势有关呢? 应该也是 因为始终真的 如果我要说那些左岩 我已经不能用左胶来说了 基本上我形容好像六七暴动 那些左仔 嗯 是的 他们还暴力过那些 稍为右一点 就是中间 因为他们越走越左 我反而越走越右 我们反而越擺越右 想试具体一点去形容 就是你口中那些 左岩有多离谱呢? 首先呢 就是 常常都强调DEI 就是这个 Diversity Equity Inclusion 就是 有多元 嗯 平等和这个 包容 是的 没错的 的确实是要做的 但是有时候真的做得太离谱了 是吧 例如说 你选择一个人才 你一定是要拘捕一些 拘捕一些 与生俱来的特质 例如 种族啊 性别啊 这些 这些 与生俱来的特质来分的 这样好像比 其实 一个人真的是看能力的 不是看这个特征的 看生理特征 第二样比较左的呢 就是 关于这个 跨性别那方面 特别是 始终呢 现在 就是说得民主党那些州 都已经很离谱了 已经 就是说那些小孩呢 可以不用得到家长同意 都可以去做这些 变性的疗情 大哥 那些小孩还很小过 还有呢 这些的疗情呢 没得回头 就是等于是绝育的了 我说特别不是问题 是让他们大过了 才是自己决定 好 另外呢 又想问一下 两个候选人 特朗普和贺锦丽 我们在香港这边 去看的时候 特朗普就很强势 甚至被枪击 都可以立即很坚强回头 那 何感礼就好像整个 杨千华 只懂得傻笑 问题又不懂得回答 那 我想问一下 你在美国 当地人 又怎么看这两个候选人呢 其实 如果只是看主流媒体来说 很多都是 走去攻击特朗普 又说他什么纳粹 法西斯 希特拉 密索里尼 那些 那些 总是要塞一大堆东西 现在民主党只会抹黑 完全没有实力 完全说不到他的政纲出来 只会玩抹黑 但是共和党 起码他 起码他 就算抹黑也有 也不是很多 但起码他真的说得出 他的政纲 你会做些什么 一天都玩抹黑 你们已经没有了 民主党 玩抹黑不会有效的 但是你认识当地的美国人 他们直接怎么样 这两个候选人 特朗普和何錦麗 他们觉得这两个人是怎么样 如果说 何錦麗来说 就是觉得他很大爱 很包容 如果说 特朗普就觉得他 很孤立主义 有些专制 当然也要排外 特别是非法移民那方面 何錦麗 基本上是 特别是民主党拿 旗的州 不停用非法移民过来 不论是墨西哥 南美洲 那些拉丁美洲的国家 甚至是中国 你也听过 那些中国人 特意飞到南美洲 走上来 个个都说要政治庇护 但里面 可能也会有黑帮 甚至是间谍 那些人 你都知道什么都做得出的 那些人 这个就是当地人 如何看这两个候选人 下个星期二就是投票日 刚才你提过 比我忙点 所以你都已经 预先投了一票 那其实 周二本身 就是美国很奇怪的 很多国家的投票日 都是公众假期的 那美国 因为历史的原因 就选择周二是一个平日来的 就是绝大部分都 绝大部分都要上班 或者上学等等 那其实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 都会预先在周二之前 就一早出了去投票等等 那是的 其实始终 始终 始终美国这个国家 是比较特别的 它行联邦制 还有美国它全名是 美利坚合众国 就是美国五十个州 其实都是一个独立国家 就是每一个州 都有它自己的法例 关于选举那方面 所以就会造成这个 为什么 提前投票的时间会不同 什么时候折票 怎么投票 所以就做到这个 类似乎乡村各处例 这样的情况出现了 那你在加州 不如你又说一下 加州的投票 的安排是什么呢 首先呢 如果是登记了做选民 它都会问你 要不要邮寄选票 那通常都是邮寄选票 最快先寄 通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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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就 大概在 大概在 前多数个月 甚至你是 登记做选民那时候 已经问了你了 嗯 还有 登记了 拿邮寄选票的选民 就不一定 就说一定要记才行的 你可以在大选前 一两个礼拜左右 去你家最接近的票站 把这个邮寄选票 进入票箱里面 也可以 或者去到大选那天 才交票也可以 或者在票站 重新刷票也没问题 丢了个旧票 再拿新的选票 再刷过 那如今届 你们什么时候收到 选票的 大概十月头 约莫7-10号 大概7-10号 哦 就是这个月 第一 二个礼拜左右 是的 他就 开始陆续寄选票 嗯 收到之后 你就要选择 寄回去 又或者去票站 先投票 是吧 交票 或者你想改变主意 你可以在大选国 问工作人员拿多 一份新的票 好像画点心志 这样再刷过 哦 OK 那我们在香港看电视新闻 说最近有些投票商被销毁等等 那是不是在街上也有些投票商 可以给你们预先投票 哦 是的 有些政府的公共建筑物 例如图书馆 社区中心 那些都会专门放箱 给大家 投放下你的选票 是24小时 是24小时 真的好像油谷那样 油谷的信箱 哦 哦 就在这些政府的建筑物 都有的了 这些投票商 是的 哦 但是 会不会 有人看着的呢 看着的呢 其实没有人看着的 和街上的油桶 是没有分别的 哦 所以 所以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烧 为什么有些 票商会烧热呢 是的 是的 我就觉得 啊 又会这样的 那如果这样的时候 是不是绝大多数人 都在投票日之前 就已经投了票 或者寄出了 一张选票的 对于大多美国人 都是的 始终美国人 不是个个都住在城市 有些人住在一些 農村地方 嗯 你住在農村地方 如果你要去票站 或者收集商 那些地方 可能要駕駛很久才到的 哦 哦 反而票站 不是很多的 嗯 票站都多 是的 是 因为例如香港 香港我们说的 立法会选举也好 或者 区议会选举也好 就是 例如他都是跟区议会去画的 就是每一个选区 至少都有一个 投票站 这样 那 例如说 有整四百多个 议席 或者四百多个 投票站 就是做到 你家里 都一定有一个 那美国有没有 那么密度 是多点 还是少点 如果投票站 密度来说 始终 美国地 比较大 最密 都是比较疏的 哦 哦 所以做不到香港 那么方便 对不对 没可能的 没可能 所以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 所谓要 预先投票的安排 就是 是的 嗯 嗯 那刚才 也提过 加州 也是民主党的票仓 就是一个 南州 那你在直谷 直谷有很多IT人 IT人更加出名 就是 左派 多 那你在这里 其实今届 似乎都是 所谓 民主党 或者左派 占优 你的感觉 看传媒来说 就是 但是实际来说 就很难说 始终都是那一句 美国都是 这次选举 都还有沉默的大多数 就是有些人说 有些人就说 他自己的撒民主 也是特意投给对加的 也有的 特意故意的 或者特意不表态的 所以就 没有尽信 始终那些媒体 信了信自己 这次你在美国 经历第三次的总统选举 比较前那两届 就是用你实际 和身边人的接触 观察 你觉得 你身边的人 可能对于共和民主 两个的支持 有没有转变呢? 今届 今届来说 都有一些转变的了 始终 拜登这四年 那些执政 完全一塌糊涂 尤其是 那些息不停加 通胀很厉害 还有那些非法移民 又不把关 不停放人进来 结果导致罪案又多了 特别 大家在加州 经常都看到 哇 那些人走来 那些人 都当自己家里 拿完就走 零原扣 就是 那些人看着 他都不理 他们不是偷偷地 光明正大地拿 所以 例如你自己身边 观察一些的人 或者加州 当地的人 是不是这四年 那个不满 你敢不感受到 是多了 比四年之前 多了 那些特别是从事零售行业的人 我也是 是的 你也是 你也叫零售行业 是的 有时候 始终零售的公司 都是从来 不主张 那些人去追财 问他们 有些员工试过 因为追问之下 结果反而是被贾仔用出 又有 哇 治安也挺差的 又或者是 因为追财被公司炒了 也有的 哇 所以 你的售业来说 那个怨气 都应该挺大 真的 是啊 就算是治安好的地区 都照来偷的 而且偷的人 他们看上去不是窮 不是真的没有钱买的 他们不是没有钱买的 是的 我觉得他们纯粹是为了这个 为了玩 真的 为了玩 是的 为了贪好玩 真的 想象不到 是啊 这些人的品德 根本就是完全败坏 所以你也感受到这四年 在加州看到当地人的想法 或者对不满明显有转变 是啊 嗯 好 刚才提到这个提早投票 游记选票 有没有作弊 也是今届我们在香港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题目 因为看到四年前的问题 很多都担心今届会发生 那么我们在香港看到了 分州 或者科罗拉多州 好像早前都有一些作弊的情况 还有那个选票也不少 有成两千多三千张 你在当地看到或者听回来是怎么样的 听回来说 始终就 都 预料一定是会发生这些事情的了 预料 预料 是啊 始终 始终 始终都是那句 小人要做坏事 他一定是会做到尽的 一定是会 嗯 是的 在美国当地的人是怎么想的 就是对于这个问题 如果说一些比较激进一点的左派 可能说 啊 活该死吧 如果你是投给特朗普 就觉得你活该死吧 游记选票 你上次不是说不投 游记选票要亲自投的吗 报应 等等 我理解不到这种的说法 就是说 如果是民主党左派的人 看到这件事情 他就会想到 如果烧了 那些票里面 是有投给特朗普的 那他们会觉得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活该死的 真是报应 但他们不觉得 烧 这个投票箱 或者有这些邮寄作弊 他们不觉得是问题 是的 还预了 而且反而怪责那些 会投票给特朗普的 所谓的选民 觉得他们 是活该死的 是的 尤其是用邮寄选票的 或者交票的 也挺疯狠的 太好了 真的 是的 这个真的名符 带到写上 是的 但没想过 其实你自己的票 也可能在里面 哈哈哈哈哈哈 看着吃回力标 这些很多就是 左派的人的想法 如果不是左派 比较普通的美国人 怎样看这些 舞弊和作弊的情况 如果一个比较有良知的 美国人 都觉得这件事是很离谱的 嗯 始终票箱没有任何电子 任何电的电力装置 只是一个箱 正主道理是不应该会着火的 就算着火也好 也应该是人为的 嗯 嗯 嗯 好 说完刚才投票箱销毁那件事 我又说回刚才提过 例如宾州 或者科罗拉多州 都现在说有一些个别地方 有一些所谓作弊的选票 例如有几百张选票 是用同一个人的签名 等等这些所谓做票的情况 那现在你们在美国看到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刚才你说的只不过是冰山一国而已 冰山 做票方法多罗罗 有死人票 有些死了的选民 嗯 的票 走了去投票 有些他搬到其他州的了 照理他不可以在那个州里投票 但要用他的旧地址来投票 有些不是美国公民的人去投票 但根据联邦法例 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去投票 是刑事罪行 犯法的 只不过是会不会执法 那你这届暂时发现了多少 都多的 其实 特别是 都是一些比较 蓝的州 嗯 始终 始终 左派那边都比较提出 说 就算非法移民也有 拳候票 嗯 那变相 其实他们只是买票 都是作弊的一种 你不是跟美国的 不跟联邦规矩来玩的 这游戏 说明一定是美国公民才可以投票的 嗯 我们在香港看到 就是说 现在都早了 发现有这些问题 或者在共和党那边 都看得很实 这次都 所以都是 乐观 觉得早发现 那你们当地 怎样看呢 如果说我加州那边 反而觉得很平平无奇 平平无奇 是的 很有趣 那些人不表态 这么奇怪 反而很冷淡 觉得两个都是屎 选来用什么 哦 是不是只是加州这样 因为加州是民主党的票仓 对 所以大家只眼开 只眼屁 真的 是的 没错 而且是躺平 哦 躺平 另外 因为现在倒数不够一个星期 那我们在香港 扣过传媒去看 你们美国 就说 特朗普和何锦维 就叮当码头了 甚至乎 现在特朗普 就超前等等 那你在美国 近距离 看这个情况 是怎么样呢 我觉得都是合理范围以内的 始终超前一定是超前的了 特别是那七个摇摆州 至于超前多少呢 都差不多跳出了两个星的不差范围内的了 代表那些摇摆州 大部分都是比较偏向特朗普那边的 比较倾向于他那边 至于比较难定的州 就是内华达州 这个比较难定 定乱一点 内华达州传统上是蓝还是红的? 其实它也是摇摆州来的 但是胜负就比较难分一点 即是几乎一半的 很平滑的 所以如果Jano来说 暂时来看 都未能看到哪一个可能有明显会胜出 可能要等到下星期二才知道 其实也是的 最重要 都不只是看到下星期二才有结果 始终有些州 始终有些选举舞弊的问题 他处理选点票的时间 都可能会比较长些 都是那一句 怎样都好 等到1月20日 哪个去到奏绩点 一定是那个赢的 要拖到这么长 真是很麻烦 是吗? 好像上界那样 真的 是啊 真的 可能你们当地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可能真的要等到下年的1月就职 才知道最终的结果 是啊 是啊 因为就算投票日结束 也好 还是一个大概的结果 纯粹是 哇 搞得好实 哦 哦 估不到美国当地人 都吸收了4年之前 那个经验 已经有个叫做最坏的打算了 真的 是的 好了 最后的七仔 还有不够一个星期 就是这个总统大选 你最后对于今届这个总统选举 那你都经历了三届了 有什么最后想表达的事情呢? 我想表达的就是 如果你是香港裔的美国人 就像我这些 有票的 就真的请你快点投下你神圣的一票 是不是? 千万千万要合法地投票 不然你被人捉到也很麻烦 虽然就算不捉你也好 良心良知的问题 这个是 道德的问题 但是你身边的人 多不多说还没投票? 就是你所认识的 都多的 有些人就说他没投票 有些人说他投了 但很多都是说投了就算了 不会说我投什么的 都是为了不要影响到 其他人的选择 我也同意的 投了票就可以了 不要说你投了什么 亦都没有这个义务去问人的 尽可能保持 如果有人问的就是说1月20日才去 你看到1月20日出了什么 选了谁出的 你就知道 当然有些人想表态 那没问题 这是你言论自由的一部分 我不反对 那似乎加州人都挺沉默的 就是说我投票 不过我就不会说我投了谁 我很难这样说 我身边就是 但是整个加州 我不知道 就是身边认识的人 就是这样 因为我身边认识的人 有些不是美国公民 只持绿卡 绿卡不能投票 OK 明白 甚至有些是拿绿卡来的 更加没法投票 明白 好 那就多谢七仔 那我们看看美国总统 选举之前 或者之后 看看我们有没有机会 再去聊一聊 真的 好的 谢谢你 好 多谢七仔 拜拜 下次见 拜拜 请大家继续支持门淘媒体 透过Payme Paypal 转数快 货金给我们